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个地方吗 是这个地方吗 不要对这个老板上厕所这个也挺麻烦 太热了 老热了 这都是翻译修过的呀是吧 怎么还那么新 好新的 门坑别招啊 好的好的 我们往里面靠一下 加油 咱们散开了门口来一下 来,从这儿出发,来 好,可以,可以 太三十 好,来,各位啊,今天我们来 来,简单的先说一下 接下来这一小段时间呢 就将会有我来接替咱们岛的工作 为你们去介绍这个景区的一些文化历史 参观的东西呢,我先说两点注意事项啊 因为要去的地方这里面是古建筑 所以呢这个门槛和台阶会比较多啊 走的时候呢,注意安全 还有一点呢,景区呢,全城金子仙 各位,希望不要在那里扯,好不好 在我身后呢,这一片古建筑群呢 是袁明清,三朝皇帝的新宫呢 他们叫龙虎台新宫 什么是新宫,古代皇帝出去游玩 打猎的时候,路过着临时住的地方 看,这个就是新宫 而大家看到这些外观还是非常的新 因为它并不是历史遗留的五花古籍 而是重新修建的 之所以去复建它 是因为在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 那么这个地区啊,就是南口镇 发生过一个很有名的战役 叫南口战役 这个战况啊,非常的惨烈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啊 这个战况呢,把很多的一些五花古籍 和一些村庄啊,那年全部被炸毁了 所以呢,为了给后人留下一品文化遗产 就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东宫重新复建 花费了整整13年的时间 才修建完成 整个景区啊,战机面积非常大 一会跟着我走就行 拜拜,拜拜,我们现在往新宫里面走 哎,眼镜都好帅啊 哎,眼镜都好帅 眼镜得呢,活也好帅 你看看 我们怎么看 啊,我们到眼镜看 看那个หม穿的 Ouais,给我摸e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深圳 深圳的城市啊 好了来各位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大门 这大门的看似的很简单 其实呢也包含了一些 这个规徒化的影响了解一下 首先看看这个扁上面三个大字 应该都认识吧 不认识啊 我认识啊 陈星人 这个念什么 陈星星人 什么意思陈是古代帝王的 尊称西是盛世的 甚至帝王 反正他不可能写黄义星 那个不科学啊 所以用陈西元来代替啊 韩许啊 那么大门口 左两边的这个 汉白玉的师傅 这个事需要讲一下啊 这个师傅可是有来历的 不然各位有没有去过故宫啊 左人去啊 鲁公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是吧 那知道是什么吗 手串门呢 那有点小啊 其实这两个石骨呢 可是有来历的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一个仇语叫门当固队 有听过吧 这个门当固队 大概是真实存在 是有实物的啊 那么这两个石骨 其实呢 就叫做门当啊 固队在什么地方 别人下面这四个蓝色的柱子 正是固队啊 以前啊 就是用他那最后来瞄准 这两家人接近身份地位 是不是想匹配 要看门当固队的数量 过去受媒妇之眼啊 这个媒妇上面提醒 看什么呢 首先会看他啊 但是他有个前提 就是必须为双数 不能为双数 而且封为邓队 如果说你们去有公公的话 应该会把你公公的门上 也是四个户队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皇家纪役的 这个大战院啊 但是呢 在民间的老板信价 这个门上 是没有户队的 就只有这两个石骨 所以呢这石骨 也在过来 啊 在北方呢 民间遇到这么一句话 而说小小的做户队 来 走 画 画 一讲的有意思啊 那是民单 再回家整两个 那么进入大门之后啊 各位 我们面前的这个月呢 是一斤二斤 真的就行了 十分不得了 好 好 你这儿呢 还要不要这样啊 就是这个月呢 这个月呢 是一斤二斤 然后就来 所以这个音乐等体的歌曲就非常的小了 但是越有越快的 像前站后看路 但是在这边 那么两边摆放这些语告你什么作用 两边摆放这些语告 一个叫做小王 这叫呼呼吗 呼呼有没有啊 大家知道对不对 这一个故障啊 其次带放一高是你的人工 这这套屋就太多了 好像讲的面前提到的 这个门呢很特殊 还有个名字叫出一花 还有句话来形容它们 我想一定听过 说的是古代的那些大家闺秀 叫的是大门不处下去的 那么这个呢真的也叫做二湖 所以咱们那些老花就在来抽出 风阱时候的时候 我们说你们提的是很低的 对吧 他们不可以 基本上从来在下 什么时候抽�м 看着梦里的小包裔 不是什么小包裔 什么 Cheers 最好的梦里的小包裔 剧想一样 最生气的通常 是在二区 对 咱们给您看开了 好吧 来来来 哎呀 嗯 这葫芦是什么 这两个小狮子是干嘛的 这小狮子 这小狮子怎么了 这是开门还是什么 这不是开门 这是门当 刚刚讲的吗 门当 是一个形状不同吗 是一样的 哦 这鞋带可以 进入二本之后 这就是一道门 是 平衡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门是不能直接 对着这个住的地方 有没有办法有 有没有办法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纪远 这个 这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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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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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萝华 你什么都不用吃了 你什么都不用吃了 对吧 在我们的桌上边 这一侧是一个书房 书房虽然不是在 但是太不幸福了 也是 说会有遇了 我们站在桌上 我们站在桌上 椅子就可以来了坐 黄帝就坐这里 对吧 但是现在这里不这么叫 黄帝 嗯 那么可以用我们进来 叫明天的床 对不对 那不还是睡在哪里 那边 那你就去那边 这边不看吧 不吧 那边 那边 各位啊 有没有发现那个正方 左两侧 这边是有两个房间的啊 但那并不是通的啊 是两个独立的房间 叫做什么呢 二房啊 二个半啊 这边一个 两个房间当中 是有一个手握 但是 对吧 那是你的左边 不是我的左边 所以分这个就不准确 难道我们讲的吗 还是包在这边 对吧 所以东北大 而且这侧才做 有没有吧 那这个房间啊 很小了 有不到食品 你看黄帝就却有食物 为什么他那么选择 他那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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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讲 左右边 这个屋子 左边是谁啊 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 左边是谁啊 哎呦 这种人 这个人是有其中 但是在几个孤独的时候 我还学开